大家好,又回到我們的節目《毒癮法作》 收聽的方法呢,除了可以上... 這個時候我應該將這個節目上載到這個 動漫廢物的Youtube頻道做外掛節目 除了可以上動漫廢物那個 ACWordbridge的Youtube專頁之外 大家也可以去這個234頻道收聽這個 NP3那個...這樣 大家好,我是Tim 大家好,Thomas 大家好,Sever 今天我們說什麼呢,Thomas 我們回應僅有...對我們有要求的聽眾 他問我們會不會講蘇聯,其實會的 我們今天就是講關於蘇聯 或者可以放大一點,甚至乎是俄羅斯 因為後段已經叫做俄羅斯 所以我不讀蘇聯 不過我們就講這個...鐵幕誘惑的國家 講到這個...蘇聯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它...很...很神秘 但是又不神秘到北韓這樣的地步 因為其實現在已經開放了很多 也有很多文件 作為曾經是全球最強的國家之一 可能大家都很想知道這個國家 或者這個聯邦 究竟是...如何發展的一回事 很多出色或者很出名的名字 列寧、斯泰林 希特拉經常都扔不鬧那個 另外...哥爾巴喬夫 哈魯曉夫 或者是...現在的普京帝 人人都認識的 因為...站在這個國家 雖然名字改變過 體制改變過 但是這個國家頂峰的一個人 肯定都是全球影響力最大的其中一個人 所以我們今天就選了這個題目來做 其實我看完...我講的那本書就是蘇聯帝國興趣時 其實我看完...因為以前沒有怎樣接觸過蘇聯的東西 我終於明白蘇聯和俄羅斯真的有分別 是兩方面 我以為...我初頭以為... 是...純粹是... 明朝變成清朝 但是我看起來原來不是的 蘇聯就真的不是俄羅斯來的 我應該這樣理解那件事情 因為...本身我看完這本書 我理解到就是...俄羅斯一直都是一個國家 但是它建立了一個... 就是所謂的...真正的一個... 以俄羅斯主導的聯邦 那個就是蘇聯 那...它是包括... 他取俄羅斯之外的一些... 他手底下的一些...衛星國 而組成了一個很大的聯盟 那麼... 然後我看完... 特別是因為我看了這本書講啊 最後...葉利欽走去... 反隔啊... 哥爾巴喬夫 那段我才明白... 原來真的是... 兩件事來的喔 其實大家可能都... 到今天為止 就可能已經都比較清楚 究竟是怎樣的 其實蘇聯呢... 就是...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就是蘇維埃的一個... 共和國啦... 所以呢... 其實它只不過是... 由不同的蘇維埃國家... 加盟... 加盟而成的一個... 聯邦... 它真的是一個聯邦來的... 原本的構思... 會不會有點像... 古希臘... 有不同的成邦... 就組成了希臘... 呃... 因為中間有一些... 很微妙的分野... 好像... 邦聯... 聯邦... 其實是有分野的... 但是... 我現在不太記得... 究竟是否可以... 直接相同... 對... 所以... 我不確定是否... 因為... 兩個字... 其實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對... 總之就是... 大家現在都明白... 譬如... 俄羅斯就是蘇聯最大的... 一個... 加盟共和國啦... 現在... 大家看到的... 譬如... 波羅的海三國... 波蘭... 那些鐵幕國... 歐亞利亞... 羅馬利亞... 或者... 一路一帶的... 中心五國啦... 那幾個... 譬如... 喬治亞那些... 全部都是... 加盟共和國來的... 包括... 現在... 可能... 以前... 原來... 大家不知道的... 譬如... 白俄啦... 烏克蘭啦... 原來... 都不是... 俄羅斯來的... 其實他們是有分別的... 其實就是... 這一堆... 若干不同的國家... 聘合的聯盟... 就是蘇聯啦... 少少... off topic的東西啦... 就不是本書講的... 因為... 剛巧... 我早前認識了一個... 即... 我也覺得... 他聲稱... 他有一些... 俄羅斯血統的人... 那... 他解釋過... 為什麼... 烏克蘭和俄羅斯... 給我聽... 就... 這麼... 互相憎恨大家的... Ricky都沒有查過... 是他跟我說過... 我跟大家復術而已... 他的解釋就是... 因為... 其實俄羅斯人的祖先... 就是烏克蘭那裡... 因為... 由基庫... 基庫開始... 對... 其實... 他們... 應該是... 一種... 親屬的關係啦... 所以呢... 烏克蘭人... 其實... 很不敢... 為什麼現在... 蘇聯人會覺得自己是大哥... 相反來說... 在蘇聯人的角度... 會覺得... 你這群混蛋烏克蘭人... 手指咬出... 就不能咬進去... 真的會黏在那些混蛋西歐人那裡... 因為... 很有趣的... 如果你跟俄羅斯人說... 你們那些... 西方人... 如果你是用英文的話... 他會說... 為什麼你覺得我是西方人呢? 其實... 你會知道... 感覺到俄羅斯人是有種... 身分認同的問題在那裡... 他們有時候搞... 其實... 他們自己都... 究竟是亞洲人... 還是西人呢? 你看到會有一種... 有一種... 有這麼有趣的... 狀態在那裡... 那... 其實他們又真的... 不知如何分... 東方人... 西方人... 因為地理的位置... 是很關鍵的... 因為重點就是... 這個真的跟書無關... 因為... 你想真一點... 歐洲人就很討厭一點... 不會特別喜歡俄羅斯人的... 即是歷史問題... 他們是不會承認他們是歐洲人... 那好啦... 那些歐... 真是歐洲人... 不承認他們是歐洲人... 那你如果承認自己是亞洲人... 那怎樣呢? 那些... 日本仔... 韓國人... 大陸人... 他們會覺得... 喂... 你是白人來的... 就是這樣... 講到這裡... 很想解釋一個話題... 其實... 東亞人... 在... 一段時間之前... 在... 1900年以前... 其實都是白人來的... 我們是被成為黃種人的... 有一本書叫做成為黃種人... 買了還沒看完... 其實... 我們的皮膚其實不是... 黃皮膚來的... 我們是被... 白人硬屈我們做黃皮膚的... 不過中國人... 黃色是... 對於我們中國... 傳統文化來說... 是很高貴的黃色... 所以... 中國人就很樂意成為黃種人... 但日本人是... 不樂意成為黃種人的... 這個... 可能我們遲些... 有機會介紹這本書才說... 但... 如果... 嚴格來說... 剛才阿Tim你說的這個... 又不準確... 大家都是白種人... 不用... 不用... 笑什麼... 他們的... 疆土實在很遼闊... 全世界最大的國家... 甚至... 俄羅斯現在也是... 拆走了這麼大舊... 其實... 你覺得很有趣的是... 俄羅斯這個概念... 真的要感謝蒙古人才來... 因為那時候... 俄羅斯這個地方... 有很多不同的國家和民族... 亦互相攻擊... 直到蒙古人來到... 就成立了一個... 即是將他們打到... 仆街呢... 就成立了一個很大的韓國... 那他們才發現... 嘩... 原來就是... Civil War是不行的... 統一起來呢... 就... 會比較厲害的... 還有他們... 他們... 也都聽說... 這個是學了... 有些蒙古人那一套的... 所以他們... 打仗是特別殘忍的... 即是... 那些人最後有些文獻說話... 其實... 跟那些蒙古人比... 蒙古人已經仁慈了... 如果你... 你寧願遇到蒙古人... 都不算好遇到俄羅斯人... 那... Anyway... 那這本呢... 即是蘇聯帝國興衰史... 就是由這個... 布萊恩... 阿諾齊寫的... 那... 他這本書就很概括地... 列寧... 開始... 所謂革命成功... 講到蘇聯解體這一段時間... 那... 得意在是什麼呢... 其實他這本書是沒有什麼講過列寧... 甚至史太林的篇幅都好笑的... 基本上你... 大概是這本... 因為他上下兩冊的... 你當是第一冊的... 三分一至到一半左右... 就講講列寧和史太林... 因為... 列寧很快... 他就... 總之... 他就... 他就死了了... 然後... 然後... 到史太林上台... 史太林上台... 他就講了幾樣幾有趣的東西... 例如... 他成立了... 他基本上是停了輸出革命的... 因為... 他這本書很有趣的... 就是說... 在直到打二戰中間的十幾年... 他們是沒有擴大過姜濤的... 是打完二戰之後... 才開始... 搞他之後所謂的... 共和國... 諸如此類... 那... 也都會講了很多... 他們... 所以... 這本書主要焦點是什麼呢? 就是怎樣去... 講蘇聯... 他... 在不同的國家... 怎樣令到他成為自己的衛星國... 那... 他自己... 他基本上是... 每一個國家都會... 列寫出來講一講... 有些比較長的比較短... 而講得最多那個... 是中國... 是啊... 這套書我都... 我都看過了... 那... 如果你想知道蘇聯的... 整體歷史的話呢... 這本書是... 幫不到你的... 因為這套書真的... 很聚焦的... 他講的是... 蘇聯帝國... 講的是... 全球帝國... 的發展... 以及... 收縮... 其實就是內部收縮的... 那... 譬如說... 他也有提... 越南... 怎樣協助胡志明... 在做這個... 越共... 然後... 不用說了... 北韓肯定有他的份... 因為... 今天... 都是... 看他的頭... 另外還有很多... 譬如... 拉丁美洲... 他嘗試在歐洲... 中東... 非洲... 不同地方的... 建立... 他有講到... 他們的習慣是怎樣的... 就是... 蘇聯去輸出這個共產革命... 我看到有...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各個國家都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例子很有趣的... 他們呢... 習慣是怎樣的... 首先... 就成立了一個... 政黨先... 然後... 就成立了一個共會... 在一個他想做的... 家民國那裏... 然後就開始搞事... 看到這裏... 我發覺... 其實中共... 真的學得很... 很仔細的... 那... 這兩個政黨... 如果香港的話... 就是... 民建聯和工聯會... 但是... 他們... 沒有... 沒有輸出革命... 他們... 其實... 其實... 你會看到... 因為這本書... 他... 每個國家... 不算講得很詳細... 但是... 好像Thomas剛才所說... 他會首先... 一開始... 當然是... 起的時候... 就會說他... 成功立了哪幾個國家... 例如歐洲... 波蘭... 波羅的海三國... 東德... 還有... 布加利亞... 匈牙利... 切克... 諸如此類... 那... 另外呢... 你會看到... 他有些... 就... 介入得不是很成功的... 例如... 他最失敗好笑的本書... 講了一句... 其實呢... 整個蘇聯那時候... 好像是... 87年... 沒有記錯... 都是不支持阿富汗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最後打了... 然後... 就... 打擊到打不忍入... 不斷跟他打游擊... 阿爾加達也在那時候走出來... 那段好笑... 你會看到... 他們那種... 那種革命的手法... 是... 應該這麼說... 是一種... 新的帝國擴張主義... 我想大家以前... 對... 帝國擴張的理解... 就是很簡單... 我想用中國來做為止... 最後... 打地回來... 殖民... 然後... 再... 成為... 自己自古以來的... 領袋部分... 但是蘇聯這種不是... 因為蘇聯打的什麼旗號呢? 要用共產黨術語... 就是... 反殖民... 反帝國主義... 所以... 他首先會選一些... 多數被人殖民的國家去搞... 例如... 中國... 可能是... 韓國... 越南... 諸如此類那些... 或者一些會被帝國氣壓的國家去搞... 那... 其實... 你要承認的是... 他們那一套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是純粹來說... 去推翻殖民政府來說的話... 其實... 都... 都要涉及整個世界... 的一些... 一些... 元素的... 包括... 就是... 尤其二戰之後... 因為... 這個... 就是... 本身... 西歐帝國的經濟都收縮得很厲害... 所以... 是... 很明顯... 就是... 支援我方面是弱了... 這是第一... 就是... 他們會想... 如果你來搞... 不如算吧... 不要啦... 其實... 英國之於印度... 其實有一部分的原因... 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 不想跟印度糾纏下去... 另外... 譬如... 因為... 去到七十年代... 其實... 那個... 反戰情緒... 是很強的... 另外... 就... 還有... 資本主義... 那些都好... 譬如... 你看一下... 七十年代的日本... 的大學生... 左翼... 是... 很厲害... 如果... 可能... 未必... 每個人都有看... 譬如... 現在看... 學生... 賭奸作... 剛剛出了... 沒有多久... 一本漫畫... 其實... 他是... 他是... 旁觀者... 因為... 某人是... 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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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看... 左翼... 學生... 其實... 全世界的... 七十年代... 那個... 左翼... 思潮... 都是很猛烈的... 還有... 他這種... 版圖擴張...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 比較遠的國家... 你都可以... 干涉到... 有趣的是... 其實... 他所謂的... 家民共和國... 或者... 那些盟友... 他們那種影響程度... 是... 有種... 置疑不疼的... 或者... 這種... 帝國的擴張方法... 例如... 舉個例子... 東歐鐵幕國家... 有時... 蘇聯真的會派軍隊過去... 但是... 好像... 甚至... 中國... 或者... 越南... 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給錢... 或者... 一些技術人員... 或者... 給一些軍事訓練... 等你自己搞定... 所以... 他們那種... 不同的共產國家... 和蘇聯的關係... 其實你是看到那種... 等級的... 例如... 古巴... 是一種比較... 朋友式的... 古巴... 而... 如果... 東歐... 或者... 北韓... 那種情況... 我會這樣想的... 其實... 涉及幾件事... 第一... 就是地理... 那你在我旁邊的國家... 我不找你幫我擋住... 做Buffer... 其實都很危險... 第二... 就是... 我派兵也容易很多... 如果在古巴... 一來他比較近美國... 當然... 他也做了很多軍事輸出... 給了很多武器... 古巴... 但是... 其實... 他明白...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那時候是想借古巴... 做一個軍事港口的... 蘇聯... 其實... 如果在那裡的話... 部署導彈... 射進美國... 是相當之方便的... 因為... 太近了... 所以... 他在不同地方的不同部署... 純粹是出於... 我自己覺得是出於... 他自己本身的... 策略... 你越南搞不到... 對... 無所謂的... 反正又打不到我... 但是... 我搞到你... 你又很頭痕... 不過... 很有趣的是... 純粹是... 如果你用現在的觀念看... 你會覺得... 那群人是傻瓜... 但是... 就好像... 我們... 不應該... 那時候... 那些大陸人相信共產黨... 而不相信國民黨一樣... 你都要了解... 這個世界有多腐敗... 舉個例子... 古巴... 他搞這個... 這本就看第二本書看法... 就是... 那本... 拉丁美洲被... 割開的血管... 割開的骨斷... 他有提過古巴那段... 又是那句... 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還是大概是這樣說的... 在... 這個... 古巴的頭叫做... 卡斯特羅... 卡斯特羅搞革命之前... 在古巴註冊的雞是多個礦工... 因為那時候... 他身後是被美國當問了... 而... 美國對那些... 或者一些資本主義國家... 對那些... 國家根本就純粹是... 不斷有一個... 吸資源而已... 挖到那些地爛了... 拿走那些礦物... 然後完全做不到事... 完全生存不到... 最少在... 因為那本... 拉丁美洲被... 撤開的血管... 是一本... 我想是... 即... 不是最近寫的書... 他都說... 其實... 卡斯特羅上台... 真的好了... 那些人覺得... 就是... 對比起之前... 那之後那些人權問題... 然後再說... 所以... 其實... 就是... 那種... 共產的思潮... 再加一些... 帶一些浪漫的主義... 搞革命... 好像很有型... 那... 那... 是令到很多... 一些... 不是... 那麼清楚... 那個國家狀況... 例如... 蘇聯本身內部的人權問題... 諸如此... 那些人... 而你又很不滿你現在的狀況... 是一種莫名的吸引力... 如果你看過... 都不是莫名的吸引力... 因為其實... 其實... 不是一個莫名的吸引力... 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 很具體的... 因為當時那些... 即是那個年代的那些人... 他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 生存... 即是吃飯... 即是吃和住... 這些最重要... 最基本的東西... 但是... 你去旅行... 就很足夠了... 你的政府... 你搞什麼... 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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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個狀態是差不多的... 講起這裡... 我想... 講一下我想介紹那本書... 其實我想介紹兩本書... 這次... 包括... 一本叫做... 俄羅斯一千年上下兩冊的書... 那就是... 馬田西克史密斯的作品... 那... 他呢... 就... 剛才說了... 俄羅斯一千年說... 講得很長... 其實他的蝙蝠的比例... 是很不平衡的... 他一開始... 就是由基庫羅斯開始講... 就是剛才Tim說的... 烏克蘭... 的起點... 所謂俄羅斯的起點... 然後... 其實... 不是花了很多篇覆講... 因為可能... 中間... 歷史都未必很詳細... 有紀錄... 或者未必很吸引... 所以... 去到上冊... 大約... 三分... 再多一點點... 之後... 就開始講到... 最後的幾個沙皇... 包括... 阿歷山大二世... 阿歷山大三世... 尼古拉二世... 然後... 就是...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 然後... 大約... 一百頁左右... 那本書上冊就完了... 下冊... 大部分時間... 都在講蘇聯... 下冊... 就是... 從人民民主專政... 到新沙皇崛起... 這本書... 其實... 非常長... 去到... 四百... 幾頁... 去到... 三百... 八十二頁... 四百... 四百... 四十五頁... 其實就是... 講蘇聯的東西來的... 就是說... 其實這套書... 是有超長的篇幅... 是講蘇聯的... 即是兩冊之下都... 那... 我覺得... 如果想認識... Russia 這個國家的話... 這本書是一套... 很好的日本來的... 因為... 很簡單... 他分的段落... 亦都很... 分得很仔細... 分得很細的... 譬如... 尼古拉二世... 大約三四十頁... 至五十頁... 之前的... 他會有一個專題... 就是... 譬如... 他就是... 最後的一斤稻草... 然後怎樣... 引發到... 這個... 十月革命... 其實就是... 一連串... 因為一九零四年... 對馬海峽... 即是輸了那場... 日路戰爭... 然後到... 中間有... 血腥星星期一... 接著... 卡拉卡拉... 引起很多... 引起很多的... 不滿... 那麼... 有個... 其中有個總理... 本身是想希望... 即是... 手上... 就想... 幫沙皇搞搞他... 即是... 執一執經濟... 其實... 很大因素... 為何會... 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成功... 都是因為經濟問題而已... 其實很簡單... 然後... 然後... 一路... 誰不知... 這傢伙還沒被人暗殺... 死了... 那麼... 決題就回不了頭了... 因為... 原本可以的... 搞好經濟的傢伙... 都死了... 所以呢... 布爾什維克... 這個革命... 就... 就是... 如山島... 這樣湧... 很快... 就... 對不起... 我投降... 即是... 我退位了... 對... 他退位了... 這個混蛋... 很好笑的... 我退位了... 弟弟... 帝位給你做... 然後弟弟... 我賜夠錢... 我不做了... 這些真是... 好像... 北宋你... 臨於末年兩個皇帝... 老爸... 你今天打來了... 阿仔... 阿輝忠... 不是... 他說他退位了... 我不做了... 他打算繼續... 做回沙皇... 誰不知... 他說不做... 於是... 就... 轉了給... 這個... 其實... 又不是只有布爾什維克... 當時還有些... 社會革命黨... K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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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i... 然後... 就立即做了一個大選... 做一個選舉... 而這個選舉呢... 最有趣的就是... 這個大選呢... 是... 社會革命黨... 和這個... 曼什維克黨... 是... 贏了的... 布爾什維克... 是... 的議席... 是... 比這個... 社會革命黨... 然後... 就說... 離席... 哈哈... 我們不參與這個... 不參與這個會議... 然後... 沒多久... 就找一群親布爾什維克的警衛... 走來... 下一個門... 然後... 就說... 這群人是我們的敵人來的... 解散了... 不... 不... 當這個是... 民選的會議是有效的... 於是... 這個... 布爾什維克政權... 才可以正式抬頭... 然後呢... 又有一場很長的內戰... 就是... 對白軍... 一些親舊勢力的... 軍隊... 打了一整五年... 其實呢... 很大... 很大功勞... 如果... 如果... 站在蘇聯的立場... 或者布爾什維克的立場... 很大功勞... 其實是... 托洛斯基幫忙... 搞定他們的... 其實真的... 好像不關列寧事的... 其實... 列寧是一個精神領袖... 如果你說... 在革命的過程... 在... 1917年之前... 列寧是不在... 不在... 俄羅斯的... 然後呢... 他回去了一會... 被人捉了... 然後呢... 忘記了是... 走路... 還是有人幫他逃獄... 又離開了... 我記得是逃獄的... 對... 又離開了... 又沒多久呢... 即是... 他又回來... 自自然... 其實是革命已經開展了... 但是... 因為他回來了... 那些人又... 當他是精神領袖... 而最有趣的一個位置是... 什麼呢... 原來... 列寧... 他說... 他說... 很多... 就是... 共產主義... 馬克思主義... 他是... 銷售共產的嘛... 銷售社會主義的嘛... 原來這個人呢... 是資產階級來的喔... 他很有錢的喔... 他是有錢人的後代來的喔... 你... 你... 毛澤東當然是富龍來的... 富龍... 真的有錢的人... 所以呢... 他是很離地的喔... 他的政策是很離地的喔... 不知為何他最後成為了無產階級主義的領袖... 好... 好笑喔... 然後... 這本書的下冊... 比較多篇幅去說... 他怎樣奪權... 怎樣去... 怎樣去... 其實... 他領導的那段時間... 其實蘇聯還是很脆弱的... 因為... 外有西方世界啦... 內有白軍啦... 那... 還有因為... 他原本就是答應了... 給回一些農地人嘛... 給回一些農地的農夫嘛... 誰不知呢... 你一搞計劃經濟就糟糕了啦... 所有國家搞計劃經濟就糟糕了... 肯定的嘛... 這件事情... 已經有很多... 嚴證證實了... 計劃經濟是必然會糟糕的... 結果他要走回一些... 派回一些地給你... 不是... 他不是派回一些地給你... 他是跟農夫說... 你們可以種東西... 種剩下的那些... 就是... 交給政府... 你種剩下的那些... 可以拿去賣... 其實就是資本主義啦... 1920年代... 其實他已經走了這條路... 其實是... 戈爾巴喬夫幾十年之後... 走的一條路來的... 然後... 那時候的經濟是好一點的... 然後到27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他就死了... 那... 本來呢... 列寧都不是... 不為顏色新星的... 他知道斯泰林是一條... 他就說... 哪個做都可以... 斯泰林就最好不要讓他做了... 他太鬥問題了... 但是呢... 這份列寧的遺囑... 是沒有被... 公開到的...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列寧不只是批評... 斯泰林... 他有批評... 阿Tim... 有批評...Thomas... 有批評...Sever... 不過... 沒有批評斯泰林那麼厲害... 如果我公開這份遺囑的話... 斯泰林不能做... 我們也不能做的... 對不對... 所以... 沒有公開到... 結果... 就被斯泰林... 就奪了一拳... 然後... 斯泰林跟我們說... 那... 這份遺囑就不能再拿出來說... 一拿出來說... 就當作是大疫不渡... 這樣就會批評... 然後呢... 他搞很多事情... 最嚴重的... 當然是... 集體農場... 這樣... 把... 所有的地... 都是公家的... 所有的人... 批評... 連你家裡的牛都拉出來... 然後再說... 這是國家的牛... 一起耕... 一起拿牛耕... 一起拿... 幾乎瓜拉馬... 什麼東西都沒收你... 真正的共產主義... 那一段事情... 其實都... 很厲害的... 但是... 在他的權力底下... 就... 當然也只有繼續執行... 還有... 1930年代... 又... 很明顯... 就是... 我們這些... 剛才... 那份遺囑有提過... 那些人... 肯定要死... 而... 他們都清算得... 托洛斯基... 當然是... 要... 清算... 剛才有提過... 托洛斯基... 其實是... 剛才... Tim有提過... 其實在斯泰林的... 這個... 字下... 其實就... 沒有什麼擴張... 他的... 版圖... 其實很簡單... 因為... 他根本就不是在走這件事... 他跟... 大家可能... 經常都會聽... 托派... 其實托派... 其實托派是什麼呢? 托派斯基... 其實... 真正的... 即是...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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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斯信徒... 他的教條就是... 要推廣... 全球的... 無產階級革命... 即是... 要輸出去的... 不只是搞自己的... 但是... 斯泰林... 不是的... 他是推廣... 這個... 國家的... 社會主義... 我們... 搞定... 自己... 一個國家的共產主義 甚至乎這件事要當成俄羅斯民族的一個自豪 而這件事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是世界大同的,他不說國族 他不說國家的,所以 嚴格來說,斯泰林這條路線理論上是背叛了馬克思 基本上任何一個人都是背叛了馬克思 我記得是批評基督教的哲學家 他也說過,嚴格來說 只有一個人可以叫做基督徒,那就是耶穌 基本上如果你跟著這些東西來看,沒有一個人可以叫做教徒 是的,但是偏偏因為 你說以俄羅斯民族自豪,當然是 國家的人比較瘦 所以在那一場的政爭當中 其實托洛斯基很容易落於下風 而沒多久,托洛斯基唯有著草 他很幸運 對呀,因為他穿了草,所以在大肅清的時候他沒事 其他那些就送去顧拉格 其實你覺得很有趣的是 斯泰林這傢伙都蠻捨好命,因為他是不單止政治上的敵人 他連將軍都殺了,但是 他殺了一個 朱鶴赫夫 就是最後 重點的可能打得有些納粹,就是靠這套林家鏟 他竟然殺剩了他 殺剩了朱鶴赫夫 其實某程度上你也可以說 蘇聯也是一個地大脈撲的地方 殺那麼多人都能吃 如果中國都稱之為地大脈撲,蘇聯當然肯定是地大脈撲 而這本書一直繼續說下去,其實就說了很多 包括五年計劃怎樣執行 五年計劃怎樣執行就是要用四年的時間執行完的五年計劃 就是要不斷搶,不斷搶 一直說到蘇聯解體 都是這樣說 都包含著在這裏 所以如果作為入門的話 這本書非常容易看 內容也很豐富 反而我再說這本書,因為他講得太多國家了 我想說一個,大家可能會有興趣一點的 就是中共和蘇共的權鬥 因為中國共產黨,主要是毛澤東 這傢伙真是仰不傻 首先大家要明白 收受外國勢力的祖師的確是毛澤東 因為他真的收不少蘇聯錢 收到軍備,諸如此類的技術人員 但是這傢伙真是去到六幾年 七幾年的時候就已經想反抗他了 甚至乎因為 我想毛澤東他想自己成為這個世界共產黨的領袖 在蘇聯搞輸出革命的時候 他又輸出他的革命 結果搞到哪些國家呢? 非洲那些太遠我們不要說 我們剛才說過的嘛 越南呢 蘇聯支持的 那時候越南就很兇的 結果呢 共產黨又跑去撐 即是我講中國那個 就跑去撐這個柬埔寨 共產黨就真是慰眼色英雄 他不在殘忍的,他不在捧 他捧了一尺檢 波爾報特勁啊 因為這本書也很有趣的 他就列出了那些鐵幕國家搞那些共產主義 或者在中間的過程死了多少人 那麼呢 差不多有一億 那麼 因為你有些就說幾千萬 有些就說幾百萬 那麼波爾報特就這樣看數字 你不覺得多了 我都是二百萬而已 因為你對比起來 中國是死了六千多萬人 蘇聯死了二千多萬人 那麼你覺得 因為那本書也很有趣 他就這樣看 你會覺得 其實納粹也只是殺了二千多萬人而已 但是 作者也很清醒的 他說 但是納粹就掌權十二年 在時間性來說他很厲害 其實如果他就這樣說 這本書也有提 波爾報特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因為他那二百萬人是用了四年殺的 而且他的國家不是很多人而已 但是你殺了 他殺了自己國家四分一人 而且納粹是殺了別人的國家 他真的殺了自己的人 我那時候看一本 喬心潘的我與紅色高綿 喬心潘是赤簡第五把交椅 很厲害 他自傳來的 他說然後有人不錄 在這裡跳開一點點 赤簡的歷史是殺了很多人 不過不關我事的 開會我沒有份的 通常都是波爾報特的做 你第五把交椅不兩關你事 有沒有搞錯 好奇嗎? 好奇嗎? 委員長來香港搞到大塞車 那些保安是警察部負責的 保安是警察負責的 第一把交椅都在說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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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真的是交椅 他真的是交椅 第一把交椅是真的見交的 另外這本書沒有提 但是你看到的就是 中國共產黨的聰明是在於什麼呢? 他真的永遠向這個 即是取毛澤東年代 毛澤東他真的真的學交別人搞這個集體農業之外 基本上他是吸收了蘇聯的錯誤 所以他到現在還沒倒台 例如舉個例子 因為史太林一死了之後 赫路曉夫就立刻拼救他 這個混蛋是混蛋 搞個人崇拜 是混蛋來的 毛澤東看到 原來這件事真的會發生 原來你搞那個交椅都不行 所以他就搞了一場文化大革命 將來會有機會批鬥他的人 不是 那有些過份簡短的 因為搞完大躍進之後 毛澤東是被逼去第二線 所以他就知道 不單止是因為他看到赫路曉夫 吊咬斯泰林搞個人主義和個人崇拜 也都是因為他自己在權力上的確是這樣通事 同時 同時 枕邊人 港青 又看到蘇聯那件事 你看 喂 你未死都這樣 死了還得了 所以他才搞文化大革命 因為最近我看了一本書說大躍進 因為到大躍進末期 劉少奇 他都受不了 他跟毛主義說 喂 真的不行 大哥 人相成 將來歷史會寫你和我的名字 然後毛澤東發脾去吵咬他 只是寫我的名字 不是 現在我再生 你都不受不了 我死了之後 我就是混蛋 所以他就馬上搞文化大革命 你會看到這個蘇共的確對中共很大影響 例如舉個例子 這個可能我們下一節再說 蘇聯倒台其中有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他不僅想搞經濟改革 他想搞政治改革 結果中共就發覺 改革一點的東西 只是搞經濟就可以了 抱歉 只是搞經濟就可以了 千年期不要搞政治改革 否則那些混蛋就會起舊你未住 至於如何起舊他未住 我們下一節或者下一節回來和大家再說 是